《臺灣的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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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臺灣的記者會 其實是一個很沉重的心情 我們對於黑道疑似介入南投選舉這個事情 我們感到非常的遺憾 國民黨的黨主席馬英九先生 在兼任黨主席的時候 一再地對外宣稱要擺黑金 但是這個黨在這個時候爆發這麼大的爭議 顯示這個黨並沒有一個積極的心態 來面對這個黑金的問題 我們也要開始質疑 這個黨的領導人的誠信 不是只是說說外語 他必須以積極主動的行動來約束他的黨所提名的候選人 這樣才能夠排出外界的這種憂慮處安跟質疑 那麼國民黨跟黑金掛鉤的事情 恐怕也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那麼以最近來說 今年三月 國民黨不只在選舉條件上揚聲定作 讓涉及黑金條款的候選人可以解套參選 那麼在五月 行政院甚至取消十大通緝要犯 種種的做法讓人質疑 執政黨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安排 那麼國民黨是不是有向黑金妥協的一個問題 那麼國民黨與黑金掛鉤靠攏的情況 其實在馬英九主席接任主席之後 並沒有改善 反而我們看到的顯現出來 是一種民主的衰退 而且國民黨再走回頭路的惡例 那麼黨主席也沒有能力 也沒有那個意志力 來改善國民黨黑金跟會選的問題 那麼這從民進黨的民調 也顯示出來 百分之五十二點八的民眾認為 滿有總統兼主席 並沒有這個能力 並沒有這個意志力 來改變這個現狀 那麼更證明了 人民對國民黨的改革訴訟 是沒有信心的 在這裡 我們真的要特別再講一下 我們近來看到國民黨的中常委的選舉 連宋蘭花的 宋賢一的 都被那樣的處理 我們現在反看 這個在縣長的候選人 跟行政院長 跟南投地區的黑道 有如此深的關係 那麼我們倒是要問一下國民黨 他們的處理的標準在哪裡 除了馬英九總統 現在他有他的行政權 而且他又在黨主席的位置上 他有雙重的責任 也有雙重的權力 來處理國民黨跟黑道跟黑金掛鉤的問題 我們要求馬英九總統和馬英九主席 不僅要對外做強烈的宣示 而且要從現在就採取強烈的有效的行動 不要讓年底的選舉 變成黑道勢力擴張的一個好的時機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倒是也要問一下 吳鄧義行政院長 他在國民黨秘書長的任內 其實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 他跟黑道背景的地方人士同流 那麼就如同今天週刊所報導 他跟黑道走得那麼近 難道他都不知道他的兄弟在做什麼嗎 那麼他現在是有行政院長的職位 他也有權利 他也有行政的資源 來處理黑道的問題 那他就應該先處理他的兄弟的事情 不是嗎 而不是只是任憑這個黑道在地之勢力 藉由跟他的關係 來擴張他在地方的這種勢力 黑道在地方的勢力 那麼最後我們要呼籲的是說 我們的選民必須要認清 在今年年底的時候必須要認清候選人的本質跟背景 不要助長黑金在地方的勢力 讓臺灣的民主發展 有一個健康的產生環境 以上謝謝 馬主席在處理中常會這樣看似是一個非常高的標準 就是送蘭花送鹹魚的都被那樣的處理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那我們剛才也講出來就是說 在地方的傳言也好 在新聞報導也好 跟我們在地方監獄所掌握的資訊也好 種種都指向說這個黑道是有一定的程度在干擾 也好當地的政治的生態也好 那麼當地的這個選舉 那麼甚至於就是說 對於公共資源的使用上面是有有趣的情況 那麼如果有這麼嚴重的情況的話 我想這個政府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一致性的處理 尤其是馬主席兼馬總統 如果他的標準很高的話 當然請他以同樣的高標準來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